明朝一个充满铁血与荣耀的朝代 以其独特的祖训 一部和亲 二部赔款 三部割帝 以及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的信条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然而这样一个硬气的王朝 最终却还是走向了灭亡 种贞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在大厦江青时 选择了无惧生死 以身殉国 这一幕令人动容 却又引发了无尽的疑问 如此顽强的明朝 为何会走到崩溃的边缘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从一名赤贫的放牛娃 经过无数奸血 最后成为了一个帝国的缔造者 元朝末年 天下大乱 各地豪杰并起 朱元璋以惊人的军事才干和坚定的意志 独见在天下群雄中脱颖而出 在经过长达十四年的战斗后 他终于在1368年推翻元朝 建立了汉人的最后一个政权 大明王朝 年号洪武 在登基后 朱元璋深知皇权 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因此他废除了丞相制度 并通过大规模的清理贪官 整肃官员 推行猥琐制度等措施 奠定了大明王朝的基础 洪武之治期间 社会安定 经济复苏 文化繁荣 百姓得以修养生息 朱元璋的这些举措 为明朝日后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朱元璋晚年 却有个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 皇位继承者的抉择大事 谁料偏不随人愿 性格温和人厚的朱镖 带到了25年的太子后 英年早逝 这件事对朱元璋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鉴于其他皇子的品行和能力问题 朱元璋考虑再三后 最终将聪明且孝顺的朱允文 立为了太子 并赐封其位皇太孙 殊不知就是这一决定 直接引发了后来 明朝的一系列动荡 1398年 朱元璋去世 明慧宗朱允文继位 史称建文皇帝 在继位后 他试图通过薛凡政策 削弱地方凡王的权力 以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 谁知 这一决策却引发了巨大反弹 尤其是他的叔叔朱棣 作为手握重兵的燕王 绝不会坐视自己被削权 于是朱棣发动了著名的静安之意 经过三年的激战 朱棣顺利攻入南京 成功夺取皇位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统治 1402年 朱棣登基后 改元号为永乐 他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皇帝 朱棣不仅文质武功卓著 还通过五次清征蒙古 南北边坊得到进一步巩固 他还派遣正和七下西洋 展示大明的国力和威望 此外 朱棣下令编修了一部永乐大连 这一句著不仅汇集了中华文化的精华 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重要文献 永乐盛世的辉煌 无疑是明朝的高光时刻 长生不老 几乎是每个皇帝的终极梦想 明成祖朱棣也不例外 由于长期服用道教先丹 最终导致朱棣在北征途中病发 加上当时医疗朝间的限制 朱棣最终未能挺过这一关 于1424年8月12日 贾赫西去 朱棣的去世标志着这一盛世的终结 明朝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朱棣之后 明朝的皇帝们各有特色 但总体而言 他们并未能有效延续永乐盛世的辉煌 接下来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 明人宗朱高赤继位后 推行了一系列宽人政策 旨在减轻百姓的负担 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通过减轻摇曳和税负 缓解了百姓的经济压力 此外 还重用文官 强调以文治国的思想 进一步完善了文官制度的建设 对于朝中犯官当道的弊端 朱高赤努力抑制他们的影响力 力图保持朝政的清明和稳定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也为明朝后续的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25年 登基一年的朱高赤突然在宫中暴毙而往 1425年 长子朱瞻基继承大头 改年号为宣德 在位期间 他除了继续推行朱高赤的宽人政策外 在文艺发展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朱瞻基本身就是画鸟的高手 鉴于自己的爱好驱使 他鼓励宫廷画师和民间艺人创作优秀作品 就这样 明代宫廷画派逐渐成型 朱瞻基对瓷器也非常重视 他在景德镇设立玉窑场 专门为宫廷烧制精美瓷器 宣德年间烧制的宣德舞 宣德青花等瓷器成为中国古代瓷器的代表作 直到现在仍被世人非常珍视 在这种众文轻舞的智力下 边防问题逐渐显现 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威胁与日俱增 1435年 朱瞻基去世 朱瞻基继位 年号正头 前期在位时国家还算平稳 直到1449年土木宝之变惨败 朱瞻基镇不慎被瓦剌服辱 这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营业 这次事件不仅丢了皇家的颜面 还极大的削弱了明朝的国力 为了维持政局稳定 在朝中大臣于谦的支持下 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被推上了皇位 是称景泰帝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 瓦剌最终决定释放朱祁镇 朱祁镇回国后被软禁了七年 后来在太监曹基祥等人的策划下 最终在1457年正月 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复卫后的朱祁镇将弟弟朱祁玉软禁起来 其党与于谦等人也被一一处理 从此明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 1464年朱祁镇去世 朱建深继位 编号成画在为期间努力整顿朝政 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比较出名的还是成画瓷器 成画瓷器以及精美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风格 在明代的陶瓷艺术中占据重要地位 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瓷器的烧制工艺和审美标准 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豆彩鸡钢杯 它是一种小型的酒杯 外壁会有母鸡 熊鸡和小鸡的图案 寓意吉祥和繁荣 由于其制作工艺繁杂 存世稀少 因此在拍卖市场上往往会拍出几个小目标的天价 虽然朱建深的文化发展做得不错 但朝政却被他搞得一塌古土 他宠信宦官与万贵妃 直接导致朝政腐败泥烂 国家逐渐走向了衰退 1487年 朱建深去世 朱又称继位改年号红制 在位期间他抑制宦官和外期使用 等顿励志和选麻贤能 并外对教育与农业得格外重视 这一系列的举措使明朝进入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 但是对外食物却比较保守 未能有效应对外部带来的威胁 这也导致边疆防务岌岌可危 1505年 朱又称去世 朱后赵继位年号正等 这家伙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攻击 由于荒宁无度和宠幸奸臣流挤 导致朝政越来越腐败不堪 另外他还有个经常理精寻有个癖好 国家食物完全放任不管 这也使得明朝的经济逐渐乐化 1521年 朱后赵去世 由于其一生并无子次 故而朱后聪作为堂帝顺利继位 年号加进 在位45年 朱后聪确立了加进大理的领治 从而巩固了自己唯我独尊的统治 另外还进行了一些军事和边防建设 成功抵御了倭寇的不断袭扰 前期一切看似很正常 谁知后期又开始了落落的节奏 不仅沉迷道教和方对朝政 而且还大量征收赋税和摇曳 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宦官和奸臣顺势掌权 此刻明朝已是茂典老人腐朽不堪 1567年 朱后聪去世 明目宗朱宰后继位 他上位后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是清除严松异党 恢复了朝廷的正常运作 第二则是开放海关 恢复了近不多年的中外贸易 促进了明朝的经济发展 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位时间短 未能进行有效深远的改革 国家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 1572年 驻载后去世 朱义军继承了大位 改年后为万历 前期依然是历经图治的传统 支持七级光抗击倭寇 成功保护了沿海地区的安全 追料后期又开始了作妖的节奏 居然二十多年不上朝领政 还大肆重信宦官和旷税史 导致朝政混乱 国家财政困难 社会矛盾更一步激化 朱义军去世 朱长洛几位 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 仅在位二十九天就撒手人寰 朱长洛继位不久就身体就出了问题 为了治病他服用了一种名为红丸的药物 结果病情迅速恶化不治而亡 这一事件又是一桩公平密案 历史上称为红丸案 朱长洛去世后 离西宗朱游孝继位 这个皇帝有两件其他的事情 第一件是为了答谢奶妈的养育之恩 他不顾朝廷大臣的极力反对 毅然决然地迎娶了大自己十八岁的客室 第二件则是他独特的爱好 堂堂大明朝的皇帝 竟对木工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参与制作了许多宫廷的家具和皇家园领的设计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致使魏忠贤趁机掌握了大权 东陵党与燕党斗争激烈 社会矛盾逐渐加剧 加之自然灾害和民间动乱频繁 明朝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朱游孝去世后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游简闪亮登场 他就是世人熟知的那位崇祯皇帝 崇祯即位后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 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打击宦官和腐败官员 然而前面几位皇帝积攒的恶果 最终还得由他一个人来独自承担 面对农民起义内阁争权 秦军入侵的压力 崇祯将多宜和急功近利体现得淋漓尽致 1629年 元崇焕本来和后金打得互有胜负 谁知 皇太极派人散布谣言 说元崇焕与后金勾结 没脑子的崇祯皇帝深信不疑 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直接将元崇焕临迟处死 此举直接导致明朝在辽东战线上的崩溃 也极大打击了明军的士气和明朝内部的凝聚力 最终导致明朝在1644年被李自成的农民军轻松推翻 仅仅一天时间的功夫曾经辉煌的大明朝就瞬间崩塌 走投无路的崇祯帝 最后在眉山的歪脖子树下自意身亡 崇祯的所有努力都未能挽救这个风雨飘扬的王朝 明朝灭亡后 南明政权在南方继续抗争 由于内部分裂和外敌的强大攻势 这些抵抗最终也只能是徒劳无功 1662年 驻有狼被杀 永利政权灭亡 标志着南明政权的最终失败 至此大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朝的兴衰过程既充满了辉煌的成就 也蕴含了深刻的悲剧 无论是开国之初的朱元璋 还是力挽狂澜的崇祯皇帝 他们的角色和行为 深刻影响了这个王朝的命运 明朝的硬鼓精神虽未能挽救其最终的灭亡 但他所留下的历史教训 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那么明朝究竟是输在了敌人的锋芒之下 还是输在内部的腐败和无能 大家认为明朝最终覆灭的关键因素 到底是什么呢